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亲亲 2652集 听到张凡这话 馆长和王建功的动作同时一顿 一口同声地吐出了两个字 王将 他们口中这个王将 也是博物馆的一位副馆长 属于是常务副馆长 几乎包揽了所有琐事 当然了 大使还是需要向馆长请示的 王建功一直沉溺于学术的研究 即便现任馆长下台 下任馆长也不可能是他 必定会是王将的 馆长惊讶地说道 这王将居然有操控英鬼的能力 这也不一定 或许他和英鬼达成了某种协议 英鬼才会帮他做事的 张凡刚刚说完 身后便传出了皮鞋和地板接触的声音 之前那个警员又反了回来 时间到了 几位请回吧 张凡文言转过身来 你们局长呢 找我们局长有事吗 前几天在王林的山坡上 抓了不少的犯罪嫌疑人 这事你知道吗 知道啊 你是 警员在张凡身上上下打量 那天他正好休息 也并没有参加那次的行动 所以并不认识张凡 我是报案人 想见一下你们局长 能不能帮我通报一下 啊 可以 我马上去 警员痛快答应了 一次性抓捕这么多嫌疑人 对于局长来说 是一项非常可观的政绩的 这一份政绩 相当于是面前这个年轻人送的 这年轻人如果和局长没什么关系 怎么可能会送给局长 这么可观的政绩呢 所以 警员显得颇为痛快 很快那名警员便又回来 态度比起之前来 更加客气了 先生 局长正在开会 不过应该马上就要结束了 他让我带几位到办公室里面 先喝点茶 稍微等一下 好 带路吧 在警员带领下 张凡几人到了局长办公室里 坐下没多久 便看到一个梳着背头浓眉大眼 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进到了房间里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本地一把手 赵山川 小先生 好久不见哪 赵山川一把握住了张凡的手 十分热情 他之所以对张凡这么热情 一方面是因为张凡前几日 给他送了一份大礼 另外一方面 他清楚 张凡上面有人 上次赵山川到西夏亡陵旁边 抓人的时候 便是上面的人 给打的招呼 赵局 你好啊 张凡同样笑着 跟赵山川打了个招呼 赵山川帮几个人 倒茶的时候 随口问道 小先生 你和博物馆馆长 是好朋友 嗯 是的 啊 小先生啊 法不容情啊 视频监控 已经拍得清清楚楚 所以这事儿 我可能帮不了你啊 赵局误会了 法本就不应该容情 如果容了情 它就不公平了 我这次过来 也不是找你帮忙 是想跟你说一下 谁是真相 哦 什么情况啊 真正偷窃文物的人 并非是现任西夏博物馆馆长 他只是被阴鬼给控制了 被阴鬼控制了 您是悬门中人本事大 也亲眼见过阴鬼 我不怀疑您的话 但是我也不能因为您的一面之词 就相信了您这些话呀 正是自然 办案子总得讲个证据 这两天我就会把证据给你送过来 至于馆长 你暂时积压 但不要进行下一步 你看如何 这个没问题 这个我还是可以做主的 赵山川这次答应得十分痛快 馆长的家人 你也先不要通知 他有一个八十岁的老娘 这万一着急上火有个什么好歹 咱们大家伙 谁也不想看到 行 那就按照您说的办吧 该谈的也都谈完了 张凡三人便不再逗留 回到博物馆 直接到了王江的办公室 见三人进门 大幅翩翩满脸油光的王江 眉头紧皱 他先在张凡和方眼身上打亮一眼 直接无视 随后 一指气势地望向了王剑公 老王 你来干什么呀 有什么事吗 王江在做副馆长的时候 在警区的身份地位便在王剑公之上 毕竟他管的事情多权力也大 所以在他的心里 王剑公乃是下属 他跟王剑公说话的语气一直都是这样 如今他马上就要升馆长了 那更得耍耍威风了 我来干什么 我他妈来揍你的 你个狗东西 王剑公是个急脾气 而且还保留了一些血性 最看不得背后捅刀子的人 所以一上来 便对王江是破口大骂 而且还冲到王江跟前 趁王江不注意 一巴掌便打在王江的脸上 伴随清脆的巴掌声 王江脸上的肥肉 狠狠地晃动了好几事 王江满脸痛苦 擦了擦嘴角血迹 只向王剑公的鼻子 怒声骂道 你个王八犊子 你敢打老子 你还想不想干了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我让你跟那个老小子一样 去蹲橘子 来呀 老子还怕了你了 王剑公一副 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说完 便要上前 继续揍那个王江 张凡则把手搭在 王剑公的肩膀 阻止了 还要往前冲的王剑公 下一刻张凡上前 王江站起身来 撸胳膊卷袖子 要对张凡出手 谁知道 张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把便掐住王江的脖子 把王江 硬生生地提了起来 王江瞬间满脸通红 剧烈挣扎 但是 就是挣扎不了 告诉我那个阴鬼在哪 要不然 我马上要了你的命 张凡手上力道 周然间加重 王江只感觉一只脚 已经迈进了地狱 我 我说 我说 死亡带给王江的恐惧 让他不得不 就此屈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 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